聽到你講的時候 聽到有人要進駐第一廣場 讓我非常驚訝 不過其實我要講的層次可能更高一點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像很多人在努力想要改變中區 因為我們這些台中人 我們都知道中區這40年來 大概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那很多人想要改造中區 那他們現在在豪賭那個鐵道高架之後 那塊地要怎麼處理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不是就第一廣場有 有企業進駐如果是整個中區 真的被改造之後 那其實他一定會 影響到這些移工 不是只有那個企業進駐 也是整個中區改造就會影響他們 他們的可能未來的 生活的圈子 所以我覺得 像反而會讓我開始 疑惑我所 支持的中區改造 是不是一個正確的路 這樣子 那希望以後報則 有機會可以討論這個 把城市拉高一點 不是只有第一廣場 是整個中區改造 它要怎麼做 這樣子 謝謝 中區改造的問題又更大了 來 我們還有第一 對 對 很棒的那個分享 謝謝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譬如說他連拆掉那個東西 那個帳篷那個東西 加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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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跟印尼的移工 他們去告知去溝通 那他們去做 官方如果要去做一個 廣場 東協廣場這樣的 一個動作 或者是有一個民間的企業 要去投資的話 他們能 他們會 會不會對這些 原來應該有的這些移工 他們一個這麼棒的一個 一個 一個大樓 產生多大的衝擊 然後官方他們介入 他們會站在什麼樣的角色 會站在 因為長期來 政府跟部門就欠缺了 對於這些移工的照顧了 那 如果說他們要介入 到底是一件好事嗎 那他們的 跟 資本家去做一個改造的話 會不會形成對於一個 他們原有的一個 一個狀態的一種破壞 而不是一種協助 然後 如果要 要強化對於他們的照顧的話 是不是應該找 那個 燦爛時光 張正他們的 這樣的一個 比較長期投注在 移工的人 當作一個顧問 或者是一個 規劃者的主要角色 才能夠去對他們這些人 有所一個幫助呢 因為 因為好不容易 其實他們這個第一廣場 我是從第一市場開始 就在那邊走動的 那 那 因為他們是 絕對有天時地利人和 造成現在的這個狀況 因為 中區不小心他 沒落了 因為發展到其他地方 而且他 地 他位於中當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交通一個 一個枢紐 然後 有地利 然後又有人和 這三者 形成現在這樣的結果 公部門 跟資本家 他們這樣介入 而沒有一個 站在移工 新移工 他們的角色的立場 來做的話 這樣的改造 這樣的 東西的觀察 會不會形成另外一種 對他們來講 是一種破壞呢 好 那邊 還有一位 大家好 我是比較好奇一些 比較娛樂層面的問題 現在我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都可能一些 可能聊電影 或是聊一些 音樂之類的 所以我好奇說 那些移工 對於我們台灣的 一些文化 是有什麼看法 可能說會聊什麼電影 或聊什麼音樂 我們對台灣電影 那些會不會有興趣之類的 或是 他們的管道 因為你剛剛提到 那白人的部分 其實我們對白人的看法 會比較高的原因 是我覺得大部分 是因為好萊塢電影的影響 所以我們對白人 會覺得比較尊敬的感覺 可是對於我們 那些泰國電影 反而沒有 一些引進 或是好奇之類的 大家讓我真的好奇這樣的問題 謝謝 改變中 就是改造中區的這個衝擊 就是我那個時候 就是 我們的架構調很多次 在第一次的時候 我們有想過說 那整個改造中區的計畫 對這裡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然後後來我住在這地方 其實我那時候有一陣子 我滿喜歡站在 台灣大道 跟綠川西街的那個十字路口 就覺得那個路口 你站在那裡看 我就會滿有趣的 就是 我某個週日 就是站在那裡 站了30分鐘吧 就是我一直在觀察 從台中車站走過來的 在那個路口 然後會很自然的 你就看到人潮分流 就是 因為 右邊就是公園眼科 左邊是 第一廣場 你會看到很明顯的 人潮就完全區隔開來 就是大家都不會搞錯自己的方向 你就知道你自己 該往哪邊去 然後你會知道 到第一廣場 這個地方來的 就是很純粹的 都是東南亞的移工 所以對他們來講 其實後來我會覺得 非常有趣 它好像是一個氣牆 把那個 把他們的生活空間 其實就已經區隔開來 他們很難跨過台灣大道那條 那條路 到另外一邊去 那一邊是現在真正我們在談 改造中區 會有很多的 像第一次信用合作社 會有很多文創旅店 然後 非常多的青年創業 會是在第一廣場 在台灣大道的另外一邊 那第一廣場的那些東南亞店家 是被限縮在 以台灣大道的再往另一邊 就是成功路的那邊的方向去 店家都往那邊開 然後他們聚集的場所也都 以這個地方區隔開 所以其實基本上 很自然這十幾年的發展 他們的生活空間 就限縮在那個 那個 就是一個方框裡面 他們就已經限縮在那裡面了 所以整個在外面的改造 會不會對它有什麼樣更大衝擊 那 我覺得會唯一有衝擊就是在 住在這周遭的中區的居民 或住在裡面的中區居民 看到外面的發展之後 它可能造成了 心理上的相對剝奪感 它會覺得為什麼過一條馬路 大家發展得這麼好 我在這地方就是必須要這個樣子 那 最強烈的應該是他們相對剝奪感 然後會 進而去影響到了移工生活空間 如果這東西沒有存在 我覺得 把這個地方規劃得更好 然後 把它弄得更乾淨 那移工一樣會生活在這地方 那它可能並不會這麼實際 去造成他們的影響 然後再來是 其實剛剛在講說 公部門對於未來東協廣的 這樣子一個規劃 我在第二篇文章裡面 其實有用一個標題在想 這是一個想像的拔河 就到底對於台中市政府來講 它想要服務的對象是誰 我在訪問過程裡面會非常直接的 就是這些各個公部門裡面 他們想要服務的對象 絕對不是移工 他們在規劃過程裡面 也沒想過對他們會有什麼樣子的衝擊 因為對他來講 台中市民才是他要服務的對象 那有非常多的台中市民 台中市議員 在跟市政府提出抗議 或給他們壓力的時候 覺得這個地方 為什麼大家附近都發展得這麼好 這個地方還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我就會想要介入 進來來這地方改造 但他不會去想到底有誰該離開 或者是即使這些人離開了 對他來講也不重要 因為他不是他真正要服務的那個對象 那你說如果這地方改造成非常明亮的商場 那我相信也會有非常多的台中人 會覺得這是市政府做了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他徹底的改造了一個十幾年來的一個舊大樓 然後我們又有了一個非常明亮的百貨商場 那我覺得那可能也是會有 所以我到第二篇裡面 我沒有把話說得那麼死 到底怎樣做是好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值得討論 然後他需要台東市民跟市政府 然後會花更多一點時間來討論說 要多一個明亮的百貨商場 還是你希望這地方是在保有它 好不容易長出來的這樣一個特殊的基礎文化的場域 那這個可能可以值得討論 然後再來 就是我一開始的時候也蠻常問他們說 你們對來之前對台灣文化的想像 有沒有看過台灣電影啊偶像劇啊 還是你認識台灣哪個藝人 欸他們都說沒有 就是可見就是 可能台灣的文化影響力沒有想像的那麼大吧 有啦那個F4嘛 幾乎每個東南亞 尤其是就是外籍移工什麼 大概都在講F4這樣 就是我們 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也曾經 我自己曾經在這個 我有去這個菲律賓跟這個 菲律賓的共產黨交流過 那那邊的青年朋友 就是跟我們 我們去到那邊的時候 晚上會比較輕鬆的場合的時候 他們說欸 你可以唱一下那個 那個叫 雨晨精那首歌叫什麼 情非得已 還是什麼F4那首叫流星雨 我說蛤 為什麼你會知道這個 他說因為 非必必的人都在看這個 所以這是我的經驗 那我覺得說 包含這個流行文化 然後另外一個 我剛剛有一個問題 我很想要請大家來思考一下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非得一定要 讓更多的台灣人 來到低廣場消費 就是說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 他希望說 中區可以發展起來 一廣可以發展起來 可是我們要不要反問回來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 讓更多的台灣人 來到一廣消費 一定要這樣嗎 就是說如果從政策導向來 他做一個 執行一個公共政策的時候 政府 他一定要從說 一定要讓更多台灣人 來到一廣消費嗎 我們要不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要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我認為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說 剛剛我們有提到一個 很重要說 許許多多的移工在這邊 是因為安全感而聚集 那我自己曾經有一次跟這個勞工局的 這個會 也是參與這個勞工局的 有關於地廣場發展的一個會議的時候 勞工局的 就不講 就高層 然後 就提出說 他們也 他們希望說 未來呢 地廣場這邊聚集的這些移工啊 都可以往 他們也很希望這些移工 可以往這個那個大圓白那個方向啊 新光山越那邊去啊 然後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這邊聚集在一起 大家就會不安全 就是我們台灣人會感覺不安全啊 所以才不來啊 但是他沒有思考到說 他覺得說 所以他 這個政府的角度 他就說進一步他就講說 說我們要培養 這些移工要有一個正常的休閒活動 所以我們要每個月要來這裡 就是政府來幫他們辦活動 培養他們一個正確的一個休閒的態度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 那你平常台灣人下班不喝酒嗎 不跳舞不唱歌的嗎 所以 跳舞唱歌 然後聚集在一起 朋友一起聚集在一起 喝喝小酒 這樣是不正當的休閒活動 所以我在想說 政府部門的那個思考的模式 到底是跟我們民間 到底那個差距是大到什麼樣一個程度 為什麼這些人那麼高分 可以考上公務人員 可是 為什麼他的思考 離我們越來越遠 所以這個是我一直好奇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也分享給大家了解一下 那 詠達這邊想要問你說 就是我看你的報導裡面就是 你比較少就是 因為 著重了 就是第二篇人文部分 就是 著重都是在移工跟就是 政府那邊的對於地工黨的想像 那其實對於台灣人的對自己想像 其實提到的部分是比較少的 那因為 你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就是 其實台灣人對於這邊的想像其實是會 因為政府其實是看民意去做事情 那 如果 就是民意為什麼就是沒有 比較多著墨在這篇文章裡面 我想要先問一下你這篇文章的 就是 為什麼沒有把這篇 就是民意這邊把它放進去的用意是什麼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因為 你採訪蠻多的印尼移工嘛 那其實印尼移工它是以一廣就是旁邊的青草街 還有 台灣公園那邊 主要會發展 那 就是 這樣的 因為你其實比較少提到說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你的一廣的空間是指說 地廣的那用大樓 還是說 地廣的周邊的一個區域 那 就是在這個取捨的部分 你是做什麼取捨 就是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 如果有在關注 而一廣這邊的議題的人 大家都說 一廣就是一個周遭的區域 而不會指地廣大樓 那目前看來是大家都 聽到地廣的這個名詞 大家想要是 那一棟大樓 那我想要問你說 你在這個 報導裡面的一個 取捨的一個 取向這樣子 然後 再來就是說 表演的部分 因為前陣子我們有 就是你提到印尼樂團 他們其實 不能做許可外工作 那其實他如果提供 勞務性的工作 或是表演的行為的話 其實都有 尾巴的可能性 那因為我們前陣子 就是因為有 有帶一些移工去表演 然後就有被勞工去 然後就警告說 有可能會有違法的 的一個疑慮 那其實我 就剛才 總理有提到嘛 那其實每個月 市政府都會在那邊 辦移工的一個活動 那這樣子的過程 其實 欸 好像民間辦這樣的活動 或是他自己辦這樣的活動 好像就違法 那官方辦的活動 好像就不會違法的嫌疑 所以我想要問說 對這點是怎麼看的 對好 謝謝 三個問題 柳娜你好 其實 我在這邊大概觀察了兩年齁 其實 的確那個 台灣大道 那個氣牆 的確在 就以這個 哲學星期五的場次來說 不管是過去要好辦 或者現在想想 今天 好不容易 終於有一個 跟東南亞相關 就是說 他在新加坡 當過外勞的人 所以也是我們放眼望過去 其實沒有任何一個所謂的 真正一個東南亞人 或者移工在這樣的一個 哲學星期五 那你剛才有提到說 除了他們再來台灣之後 他有一個工廠的身份之外 他原本未必是一個藍影階級 他可能是 在他們菲律賓或者是印尼 他可能是一位老師或者甚至 不管是那個掀蓋的問題 或者是未來廠商進駐 會有對他們產生所謂 四身化的一些排擠的效應 有沒有一種可能 就是在他們真的 由他們一些在地活動的所謂的移工 在那邊發展一個所謂的 像哲學星期五 或者哲學飛星期五 東南亞或者是 那個 第一廣場這樣一個形式 以他們為主體 讓他們聲音真的有辦法出來 因為我覺得 爆桃的聲音 畢竟就是只是一條線 而且他可能 就還是中文的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可能 就是就你的觀察 他們有沒有這樣子的能量 或者是願不願意 因為畢竟 所謂的那個 馬斯洛金智塔 你剛才提到的 他們都在看 誰的 哪一個小姐漂亮 哪一個腿長 就是 這個比較高的那個精神層次 是有可能在那個地方實現的嗎 好 謝謝 友達你好 我想要先謝謝 我想要先謝謝 你們在第一廣場駐點報導 然後因為 因為以前 就對第一廣場很有興趣 可是很少有相關的 比較深入的報導可以看 幾乎都是很負面 比如說那邊有情殺 還是有什麼糾紛之類的 的報導 然後 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 那些記者的這些報導 所以 大部分人才會對這裡 產生這麼負面的想法 應該影響應該滿大的 然後我想要問的是 就是 第一廣場現在要變成東協廣場了嗎 Google上面 地圖上面都已經變成東協廣場了 然後 我想要 想要問說 這些東南亞移工他們知道 除了知道 除了不知道 綠川那邊要 開蓋 開蓋 以外 要拆了以外 他們知道 第一廣場 這一棟大樓 會變成 就是政府會邀請東南亞一些 品牌電競品電競柱嗎 他們的看法是 如果知道的話 他們看法是什麼 然後 大概是這樣 謝謝 好 先來回應 剛剛燕姐的問題 就是 在這個地方 其實當反問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訪問過 但在第二篇那時候 我們有重新調整過架構 就是 我們在想說 這個 這個地方要發生影響 到底誰會是有決策的那個人 就是我們 你如果這麼多的對象裡面 他們會是對這個地方 同樣有影響力的人嗎 那後來我們很明顯的抓出來 會直接有影響力的是 台中市的政府 以及這裡招商進來的商家 這兩個人會是 最直接對這地方 會有實質影響的人 那所以後來 把這兩個 這幾個角色拉得更高 那移工的角色一起放進來 因為我覺得 他是在這裡 最直接會受到衝擊的人 然後這三個角色 我希望他們可以有對話 所以那時候的取捨 是把這三個角色的層次 再拉得更出來一點 然後再來 新潮 那我在寫作過程裡面 第一廣場 他從一開始 如果我第一篇文章裡面 一開始是這棟大樓 但後來 我在中後段的時候寫 後來他慢慢伸出安全感 然後越來越多的店家 願意進來 越來越多的人來這裡消費 所以他的店家 開始外溢到周邊去 當然也後來有清朝街的部分 但我覺得主體的部分 是在於第一廣場地標之後的往外延伸 所以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附屬在第一廣場之外的 這樣子一個地方 然後我後來也有寫到說 那其實慢慢擴散出來之後 印尼的地盤 有慢慢再往清朝街跟綠川西街 這地方去走 然後這是第二個部分 然後再來是表演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可以順便一帶 我想一下 一並回應剛剛有人提到說 新聞倫理這個部分 就是第一個 表演這件事情 如果你以台中市的 我有問過他們這件事情 他們說找來表演的人都是外配 所以外配他有辦法可以表演 有移工 那就是他們 那就是市政府 反正市政府說法是 他們會把案子外包給外配的團體 然後外配團體可能他在找移工來 那可能他們就不會去查 不過對他們來講 這個是可以的 然後一並剛剛有人 其實剛剛有人提到 就新聞倫理這個部分 就是到底要保護當事人 這樣子 我覺得有幾個東西想要澄清一下 第一個是我在這邊採訪的時候 每一個我採訪對象 他們都知道我身份是記者 他們每個人都拿過我的名片 所以我在這裡 跟就是的情況是 我並沒有匿名採訪 然後我在這裡並不是做臥底報道 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知道我住在這裡 然後我是記者 我在做地廣場的題目 然後包含那些店家跟我講說 他們雇用人家來打工 以及他們的薪資多少 都是在他知道我是記者前提之下跟我講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我在採訪的 就是講到會有違法的嫌疑這個部分 這些人我全部都匿名 所以他們的身份 我會幫他們做到就是完全的保護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 這件關於他們到這個地方來打工 以及第一廣場 因為我如果報導 我想要講第一廣場這經濟體 這地下社會是怎麼支撐起來的 你很難不去提到說 他週末有這麼多的消費者來 然後到底他們怎麼做生意的 這麼多的工作人員 他需要會講印尼話或越南話 就是你明明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會有很多人來這個地方打工 那他這經濟體也必須要靠這樣的人才可以撐起來 但大家就不願意去面對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 我覺得蠻虛偽的 就是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反而要去討論的事情是 是不是我們現在的法規有問題 才把他們逼到一個 他們為什麼不能夠出來打工 因為我不曉得 那個那會去新加坡 Walking holiday的朋友 就是我不曉得在新加坡 或是不是也不能夠自己週末的時候 或者是我找第二份工作打工兼差 那這個事情是台灣的 我們政府法規綁得非常的緊 他從一來台灣之後 你簽給了哪個工廠 你就必須在這個地方待三年 你不能自己換雇主 然後你也不能夠週末的時候出去打工 你如果要多賺點錢 他就會讓他變成一個非法的禁地 那我解出這個東西來 而且這件事情 其實我也有去問過勞工局長 台中市勞工局長這件事情 那他自己的態度 因為他從勞動部來 他是勞動部的法規出身的 他自己來台中接了一年的勞工局之後 他也覺得這樣的問題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 然後他也曾經建議過勞動部 那我們可不可以朝向修法的方式來解決 就是讓這些移工 他在週末的時候可以出去做第二份打工 而且是在告知雇主的前提之下 你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擔心 或害怕他逃跑 然後他也可以滿足他想要多賺一點錢 這樣的一個基本的需求 所以我可以確定的是 在勞工局跟警察局 他們的態度對這件事情是 他們願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 他們也知道這個經濟體成長 或是存在的必須是 仰賴在這樣子的一個 不健全的法規之下 所以我自己在取捨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這件事情需要提出來 然後反而是應該讓大家去思考 我們的法規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所以 這個是剛剛 官辦的就是印尼的樂團 為什麼他們表演違法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它已經嚴格到 你即使沒有拿取任何的報酬 他都覺得你是違法的 然後我們對於違法的處罰非常的嚴格 就是他只要一抓到就罰15萬 然後遣送回國 這件事情非常的嚴重 然後我們對他們的 我們對他 可是我們對他就是這樣子非常的嚴厲 但是我也不曉得 但是白人為什麼可以自己兼家教 或者是 或者他可以在科建教完美語 再去地球中間一個集 就是 就是他但他不會被遣送回國呢 好這是另外一個 然後再來是 東南亞的這些精神的層次 那其實我在我們這個專題裡面 分三篇報導 第三篇我們會一直著重想要討論法規的部分 其實我一直覺得 從法規你就可以感覺得出來 到底台灣的政府 或台灣人是怎麼樣子看待這些移工的 我們在規定移工的法規 就只有在就業服務法裡面的兩三條而已 那我們對他的就是很明確定義在 他是一個補充性的勞動力 那既然他們在我們定義裡面是勞動力 他對於 所以我們就不會有他其他 照顧他的其他需求 他們要自己組社團可不可以 並不行 他們要可不可以自己參與工會 組工會 工產能界有這麼多人也不行 那他們其他的交通方式 他們可不可以買機車不行 可以考駕照嗎 就是 你會開始意識到 他在台灣要生活 所觸碰到的所有事情都是違法的 就他在這裡要生存 生活下來一個很正常的生活 基本上所有的法規都是不允許他這麼做的 那你現在然後接下來你再跟我說 那你寫這些東西他們都是違法 這樣子不會讓他很危險嗎 就是 可是更根本的問題是 根本我們在看待他們 就不是一個正常的 一個人會所擁有的所有需求 他在這裡已經60萬人了 然後60萬人所有的生活法規 那再講個最基本的 像你看我們看到第一廣場附近會非常多換匯的這些店家 在我們的銀行法法規裡面只有銀行可以做換匯的工作 所以所有的這些工作都是違法的 就是這些都是違法的店家 幫他們換錢是違法的 就是 所有的這些事情 對 那他們的 要怎麼存錢 他們可以在銀行開戶嗎 他們要怎麼存錢 然後他們要怎麼寄錢回家 就是 你如果想到這些事情之後 你就不會再一直用很嚴格的法規 然後來說他們這樣子做都違法的 那為什麼 你鼓勵他們做違法的事情嗎 然後再來 他們的 所以他們的 可不可以在那裡辦東兩亞的哲務 那就看 要嘛就是台灣的團體幫他們辦 那如果要以他們自己來辦 因為他們根本沒辦法自己組社團 那可能也辦不了 然後再來是 我在問他們 我在訪問他們的時候都會問他們知道這個地方要改叫東協廣嗎 然後或未來的變化 那基本上他們都並不知道這地方要改名叫東協廣了 然後再來 品牌要進駐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問過好幾個店家 然後這些店家他們的態度就會是說 如果這個地方會有比較大的變化的話 那他們可能就沒辦法做了 因為這裡都是小商品的店家 他可能 你不管是你大的品牌進駐他的租金提高 或者是真的有一個老闆全部包下來再轉租給他們 也一樣墊高他租金的成本 就是不管哪一條路來講成本都墊高的話 那對他們來講就是會比較難以經營下去 那可能會未來有這樣的一個衝擊 大致應該是大概這樣 那那個至於哲學興趣的東南亞或第一廣場 那個我們歡迎有志的朋友 那可以是自主去那邊經營一下 我想要先澄清一下齁 白領工作者如果他今天非法工作一樣是會造成取締的 在非法工作這件事情並沒有藍領跟白領的區別 然後至於就是考動機駕照這件事情 就是基於我的認識是只要居留症有一年以上的校期就可以考 那我是建議說獎者是不是在確認他的資訊之前就是 因為你現在必須是做公開發言 然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針對那個地廣場的部分 其實我在想說這件事情並不是只有台灣才發生的 其實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之下 其實現在在發展經濟上面其實都會擠壓到所謂的中低下階層 甚至移工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可能要拉高層次討論了一下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浪潮 這並不是獨有在台灣的 所以台灣政府其實沒有這麼可惡 它其實就是迎合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 那第二件事情是 呃當然自由 呃 第一廣場這件事情當然很重要 可是我也想請大家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移工社群為什麼會被擠壓到第一廣場 是不是在我們生活的空間裡面其實並不允許他們存在 所以今天他們當然在第一廣場可以有一個安全感的空間 但他們今天如果從第一廣場出去之後 擴散到各個社會各個角落 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包容性可以接納它 這可能是在看第一廣場的現象的時候 可能一定得要考慮的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談到所謂公共政策的部分 沒有沒有考慮到移工社群的需求 那這恐怕也是台灣長期以來公共政策的部分 它有沒有考慮所有的Stateholder 就所謂的利害關係人所有的那個發言 那這恐怕也不是第一廣場這件事情會 呃單一獨有的 那可能在報導者或者是寫作上面 是不是可以平衡報導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負責任的一個記者 或者是一個報導 即時報導的協作者可能要一併考量的 謝謝 從新自由主義的這個高度來談這樣 好 來 這邊 呃我很簡單的只講一件事情 因為就是從您的觀點裡面 其實很可以看到說 過去我們以為第一廣場好像是一個移工所在的地方 它好像是一個亂源 好像是一個自然不好的地方 但從您的報導中 其實我們可以體會到 其實它反而是一種社會安定的力量 在我的感受到 因為當一個地方提供的這些移工 一個生命的出口的時候 那他們有教會 他們有朋友的時候 其實它反而反過來對這個社會是一個安定的力量 那當我們用我們自己本位主義的方式 很殘暴的把它們感到了不知道到哪裡去的時候 反而我倒覺得這反而是社會安定的一個威脅 那因為我曾經到新加坡去交流過 那也曾經到它的不同文化的社區裡面 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有沒有可能像新加坡 像小印度那樣一個地方 它是有他們的餐廳 有他們的文化 他們可以自在地去交流他們的東西 但它同樣可以是吸引新加坡當地的人 甚至是國外的旅客 也可以很自在很安心的 在那裡生活 在那裡交流 那我是在思考說 我們有可能往這個方向去發展嗎 我想要問一個比較跳痛的問題 就是想要問 就身為一個媒體工作者 就是報導者 這個媒體如何支持你 就是可以直接住進第一廣場一個半月 然後就是想要問一些比較實際的就是 這樣子深入的報導 他勢必得要像你一樣就是累積這麼 這麼紮實的一些停業工作經驗 那這整個就是媒體的運作支持的系統 是從哪邊來 然後另外第二個延伸問題就會想要問說 因為其實從這幾篇系列的報導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 我們過去沒有看到的有關於第一廣場的 很紮實的各方觀點的資料 那就是就一個媒體從業人員 你怎麼看就是如何 不論是從政府的角度 或是從媒體業者的角度 要如何出發 可以去讓台灣的就是媒體上面 可以看到更多像這樣子有品質 而且深度的報導的文章出現 謝謝 好首先想謝謝第一位提問者 就是我剛剛有些地方沒有講清楚 就是在白領打工這件事情 其實我想要討論是比較更細節的層次 就是這件事情我曾經打電話 跟勞動部人談過這件事情 但我比較想要知道的事情是 那到底外國白領跟東南亞的移工 在檢舉的建築上面 他們的比例怎麼樣子 那很實質的你可以感受 你就會從他們數據裡面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那他有很懸殊的差異 那這件事情對於某部分的 對東南亞移工來講 它會是更大的壓力 那當然在我們法規裡面 是一律都禁止他們會從事 其他第二份打工的這樣的工作 然後再來是 就是剛剛講新自由主義這個東西 那其實制度這個東西 我在這個報導過程裡面了解 在全球裡面對於這樣子一個移工的制度 分成客工跟非客工的制度 那台灣採決是客工的制度 那客工它就是 我們是一開始仿造像德國的模式 但德國在這幾年 就是客工這件事情是可以值得討論的 但我想要再討論可能更細節一點的層次 比如說在德國在採取客工制度之餘 他們一樣有提供這些移工 他們一些娛樂所需 他們在週末的時候會有它的空間 他們在這裡 他們會有比較晚上的都市服務 他們可以跟他們當地的市政府借足球籃球 或者是他們有提供這樣的空間 讓他們可以去從他們自己娛樂活動 他們可以你在這裡工作 然後還在一定的時間之後 你可以把家人一起接過來 但這些服務跟這些思考 是在我們目前裡面沒有思考到的 那一樣它可能德國會不讓它入國籍的這個可能性 那非客工它就是另外一條路 它有可能讓這些移工來規劃本國的國籍 那如果我想要討論是即使採取客工制度 它有一些更細緻的一些都市服務 我是可以去思考跟考慮到的 那再來就是小印度的部分 那小印度的部分 我在第二篇文章裡面其實有提到 因為它也是現在金發局的目前的想像 就是希望這地方變成小印度 但一個最基本的東西就是一個 因為印度裔它是新加坡的國民 所以它有它本國的國籍 那對於這些人 就是對於東南亞的移工 聚集在這個地方來講 再加上小印度那地方是 他們長時間已經居住在那地方 他們有居住的基礎 他們有自己的一些 屬於他們文化的建築物 所以他們是穩固的在那個地方 那但是第一廣場這地方 第一個在這裡活動的是東南亞裔的 他們有我們台灣的國籍 然後來這裡開店的是住在外圍的外配 他們平常也不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就沒有 不會像是小印度那樣子 有那個穩固的基礎存在 然後再來是 報導者的部分 那我再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報導者它是一個被引力的媒體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 我們的就是營運方式 就是靠一個小額捲款 或大額捲款的方式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也一直希望 可以有更多的夥伴 我們現在在嘗試是一個 以基金會支持媒體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這樣方式其實我們是仿照 像美國它有一個新媒體叫做 Propublic 它是就是 它是一個專門做調查性報導的媒體 然後它的支持來源是福特基金會 我們也希望可不可以有一種方式 是以基金會來支持一個媒體的運作 它可以規避掉一些 商業的自入性行銷 或者是其他的商業的老闆 對你的報導 會有一些干預的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一個 希望可以尋找夥伴的概念 然後就是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小額捲款的方式 以一年的這樣的方式 來支持報導者或贊助報導者 對 然後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 所以我知道報導者的網站沒有放廣告對不對 對我們沒有放廣告 還有什麼 沒有有些什麼特色 就是 就是我們基本上沒有放廣告 然後再來是我們是以一個基金會方式來支持 就是我們可以規避掉所有贊助過我們的這些老闆 因為它所有的資金都是被擋在外面的 然後它這整個 然後再加上基金會的組成方式 它就不是一個以我們內部的成員的方式組成 它是一個以社會上一些比較 就是我們邀請到一些老師或一些學者 或一些社會的公益人士組成了一個董事會 所以它不會直接去干涉到我們處理報導的方式 或是直接干預到我們做的報導內容這樣子 然後我們覺得這樣子是一個現行的媒體裡面 可能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式 比較不會被其他的力量左右這樣 那如果那個郭台銘捐了一千萬 那富士康的報導會比較變成怎麼樣 也不會 也不會 因為它那個如果它超過一定的金額之後 就會由我們的董事會它會組成一個小組 就是來審查說這筆錢要不要收 如果覺得捐錢的那個人 他過去的可能信用不佳或怎麼樣 就是他會 企業社會責任不佳 企業社會責任不佳 是會由董事會組成的小組 直接把這筆錢退回去 就是不接受這個捐款 如果捐一億呢 就是這個因為即使 我會不會太辛辣 這就是一個很好 因為 有一個很好的問題就是 那個董事會跟組成小組 不是我們編輯部裡面的人組成 所以即使我很想要那一億或一千萬 就是我也沒辦法去阻止說我的董事會把那筆錢退回去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對是由外面的人來篩選那個過程 所以我們內部人其實想說 哇好不容易有一個大二想要捐錢 但也沒有辦法 對 好很好 所以就是一個審核的一個機制 然後是透過一個非營利組織的一個模式在進行嗎 好 跟公廣會不會也是這種 不知道公共電視我不確定 大家好 我剛好是公廣成員喔 就是 其實我覺得報導者這個報導 就是對我們有很好的一個正面影響 那我覺得比較實際的問題是說 你的稿量壓力在哪裡 就是說 一個記者他需要多久的時間去產出一則報導 那為什麼電視媒體跟平面媒體它就是不一樣 比如說以我們公廣集團 我們島的專題報導來講 那六組記者 他必須 平均兩個禮拜做出一個15分鐘的專題 那所以你就必須從前期的策劃 然後約法拍攝剪輯完成播出 那他都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如果他是越自身的記者 他就可以有很多口袋資料然後長期的觀察 可是他如果是一個新進記者 他從開始約訪什麼 那其實他都是有壓力的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長期的養成 那我想現在大家會詬病的是說 一般的那個電視媒體 他就是一個很快速的 那沒辦法 因為他就是早上要出幾則 中午要出幾則 然後晚上要出幾則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有這種狀況 那所以其實比較實際的問題就是說 你可以用一個半的 一個半月的時間來做這樣三篇報導 所以是不是說在你們的新媒體部分 其實你們對於記者的那個質量的要求 是重於說實際的搞定 那我其實講的差不多了 那就是非常謝謝報導者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從我從有線電視台然後一直到 民視然後到公廣 其實我覺得其實我對於這種 這麼多的獨立媒體出來 我是個人是覺得非常開心的 對 我想問說就是就算的有請翻譯 然後知道他們是 知道你是台灣人然後你是記者 他們會對你還是有敵 就是會有敵意 就是還是就是沒有那個格格不入的感覺 然後還有說就是他們 我想知道他們對台灣人的印象是只有他們 就是雇主那種有點就很有壓力的那種感覺 還是他們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還有像就是我之前有參加過一個比賽 然後裡面有一群由東南亞學生組成的團隊 然後他們是有得名 然後就是他們這樣會不會感覺像階級比較高 然後他們就是那一群藍領階級的對他們這種 感覺好像比較高層然後來台灣讀書的人 會有什麼感覺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我聽到您剛剛分享說 問他們以前在自己的國家做什麼 就是我想講說 就我們家有請看護就是幫忙照顧爺爺那種 然後我之前就有一次問他說 那你以前是做什麼的 然後他說他之前有讀到大學啊 然後有跳舞啊 然後就給我看了很多他哥哥妹妹的照片 然後他就講一講又講到哭 比如說很想他們啊什麼什麼這種 然後就覺得就是 還有他最近有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就很愛跟大家講說 他男朋友怎樣怎樣 可是我覺得像我媽媽 他就是會覺得說他的就是其他男生好像就是 有點他用的用詞是他覺得很噁心 就是好像這種這種差距就是沒辦法消除的 然後我想說像這種 尤其是老一輩對這種外勞的觀念會比較刻板 比較不好的話這種方式應該要怎麼處理 大家好我想就我可以分享的角度來講一些事情 就是說我對於前面大家這樣提出來的看法 其實感到跟大家有同樣的想法就是覺得擔心啊 因為從台中市政府推出那麼多公共政策 比方說台灣真的 台中真的需要一個歌劇院嗎 台中真的需要一個台中城市文化館嗎 台中真的需要一個台灣塔嗎 然後我回想到台南之前 一個國際淨圖中國城拆掉了 然後有請了一個國際團隊叫MVRTV 要做了一個 在海南路做了一個像樂帶雨林的東西 那真的是我們台灣的東西嗎 那我想回歸過來講我們今天的主題 為什麼我們那麼快就把它定義為成東協廣場 這不是我們一直以來生存在這邊生活 產生的一個東西的一個城市氛圍 為什麼在一個那麼快的時間內 政府就決定把它叫做東協廣場 那在一個我們還沒有被消除說 我們覺得那個地方是個不安全的這個錯誤 這個奇怪的觀念以外 那對於外籍朋友來講 我們今天做一個東協廣場 只是把一個建築裡面做一個全新的拉皮 在一個政績上大家看得開開心心 對一個外籍朋友來講 會覺得說 這就是你們所謂定義的東協廣場嗎 那我們台灣人對於使用那個空間來講 仍然覺得它不安全 這個背後的問題根本沒有解決 那在現階段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從長記憶的 所以有沒有可能性說 應該是說這個空間老舊 可是他是外籍朋友 他們需要一個可以暫時存留在那邊活動的空間的話 是不是可以從一個無形的 比如說水電的修繕 重新拉管路 然後把那邊的材料重新做好 一個不安全的空間其實有某種程度 是來自於說 它會帶來健康上的危害 不見得是生命上的危險 所以有可能是透過通風啊 採光啊 我講的是一個無形這種東西去改變它 這個空間也許就變成是一個好的城市氛圍 它不見得是從表面上看到的那樣 就是一個全新的財團介入的商業空間的一個面貌 這樣子 謝謝 首先要回應第一位前輩的問題 就是我對於線上的媒體一直抱持著非常崇敬的心情 結果我非常清楚就是在我們的媒體裡面 然後那個稿量的壓力的確會非常的大 然後在這篇報導裡面 其實我們回去也有一直不斷的討論 就是這篇報導可以怎樣做得更好 我們可以更快的完成這個報導嗎 就是到底 其實我在這裡租的時間是一個月啦 然後後來回去就是寫稿跟改稿 大概再花了兩 就是花了三四個禮拜 所以差不多就是兩個月的時間 那就是我們也一直在翻 就是有一直在討論說 那這樣可不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基本上在報導者裡面 我們希望記者可以一個月做一個專體性的報導 然後你可能可以有一些調節 就是你可以有幾個禮拜 然後做比較短篇性的報導 所以基本上會有這樣要求 然後因為這個題目 我們那個時候後來回去 我跟主管們討論說 這個題目可不可以久一點時間 因為我只有四次的機會 因為他們只有四個週末的假日會在這地方來 我一開始沒辦法這麼快的進入 跟他們建立互信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我還不熟悉這個地方 然後我還需要在這地方找一些翻譯 所以我有跟主管討論之後 他們同意讓我在這地方住 然後這時間可以再稍微長一點點 然後這是有經過討論跟權衡之後 他們允許我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所以這是大致上 這是產自這個題目的過程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那個格格不入的感覺怎麼消除 就是我不是跟他們第一次見面採訪就結束了嗎 就是我在這地方竟然都住在這裡 所以很多的內容是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在聊天的時候 才又開始在問一些比較私人的問題 然後以及在問更多一些他們內心的感受 所以通常第一次見面就我基本上不會 就是我在來之前我會有預設我自己想要問的問題 然後那些問題是一直在導引著我想要去了解一些事情 然後再來慢慢的在更熟之後 我就要再問一些更多的細節 比如說我在文章裡面 我會問很多很細節的東西 我想知道他們住在哪裡 那個他早上如果要來一廣的時候 他早上要幾點起床 他起床之後開始做什麼事情 那他搭什麼交通工具來 他沿途經過了幾站 然後我會問他們很多細節的事情 他平常在工作的時候幾點起床 然後每天的工作的時間 中間休息幾分鐘 然後你在晚上回家之後 你去哪裡 然後跟你晚上的休閒活動是什麼 就是慢慢的就是我要一直 有一個大致的輪廓之後 然後我要慢慢的一直去追問他一些 然後更信任關係之後 我再慢慢去追問一些更細節的東西 所以格格不落大概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他們對台灣人的感覺 因為這些都是一個總體的名稱 他們會跟我講到比較多的台灣人 當然是他在工廠裡面接觸到的台灣人 那同樣在工廠裡面接觸到台灣人 他可能不會對他們有那麼多其他的想像 會覺得他就是外勞 那他們對他刻板印象可能更強烈 然後在工廠那樣子的勞動的環境之下 所以他會跟我抱怨很多在工廠裡面的台灣人怎麼對待他們 譬如說就有人跟我說他在工廠裡面 老闆是把他們跟台灣人吃飯的地方分開來的 就是他們不能上餐桌吃飯 他們是坐在外面的地板上吃飯的 就是會有一些 可是這些都是很私人的領域裡面 我也不會說這樣子 就說所有的工廠都這樣 那因為我大多數聽到的 他們會跟我抱怨都會是抱怨 他在工廠裡面台灣人跟他的互動的情況 所以聽到的大致上負面會多於正面的 然後再來是 就是這個地方階級的問題 其實我一直想講 就是因為大多數的移工來台灣 最長現在可以待到16年 就是它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那每一個在一廣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 我覺得它是一個過渡期 就是它的過渡的時候是在於 你剛來台灣兩三年 你中文還不流利 然後你還沒辦法很好的融入台灣這地方的時候 它會特別需要一個地方是讓它聚會 跟特別需要有群體的力量支撐它的 所以如果時間再久一點 它中文好一點 然後它開始越來 它把家裡的債還清 它可能會慢慢的離開這地方 它會開始去想著說 那我可不可以去多學一些別的東西 那我中文好了之後 我可不可以去其他地方逛街 所以那個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 但第一廣場這地方 它大多數是容納了 你剛到台灣來這個不適應的情況 你需要的一個庇護的場所 所以這個地方基本上是一個移工過渡的情況 然後大多數的留學生跟外配 外配除非是店家 那不然基本上大多數 如果它在台灣適應能力已經比較好了 它有比較好的語言能力 它的消費能力比較高 所以它也比較不會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它基本上都區隔開來的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就是一直會有人 我在寫的過程裡面一直跟同事討論 那到底我對這地方的想像怎樣 就是我一直在想 本來你就是做好明亮 或者是這地方更乾淨 這是一個基礎的都市服務 不會因為它在哪個地方 而有不一樣的對待 就是你本來讓第一廣場變得乾淨 或讓它這地方管線更明亮 是一個市政府本來就要做的事情 那只是它長久以來不做 就好像把這個措施 怪給了移工在這地方聚集 所以這地方很髒亂老舊 然後又就是 所以我覺得的確 那可能市政府可以把這地方 就是再做得更明亮一點 然後至於東協廣場的這個題目 就是對這地方命名 我覺得就可能 我不曉得耶 可能不曉得可以有誰去 讓市政府把這個東西 願意再重新回來做討論嗎 不然現在看起來已經很明確的是 政策已經在執行當中了 那它可不可以退回來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重新討論 東協廣場的未來 可能需要有一些倡議團體 或者是市民 讓市政府知道有這樣的聲音吧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結束 那其實在結束之前 我覺得我們今天 其實有非常好的討論 因為我覺得 我們看到了我們在場的各位 那每個人 很多人都提出了你對於 問題的想像或看法 那尤其是 不管你是從這個很高的層面 全球化的這種大的架構底下來看 那有一些人從實際的生活經驗 看到我們第一廣場 那我覺得 大家都提出了自己很獨特的觀點 或獨特的看法 那我覺得這樣獨特的觀點或看法 其實就是我們必須要說 包含我們今天如果未來 我其實我很想要建議 我們台中市政府 欸 我們在座有市府的官員的朋友嗎 沒有齁 如果有就比較好 其實我實在認為說 我們覺得說 像我們類似這種審議式的方式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 真心如果願意來誠心面對說 不管是中區的這個沒落的問題 或者是說發展的問題 或者是說我們只單純來討論 看第一廣場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可能 透過一個公民更集體的一個商討 這個議題的方式 然後每一個人都可以至少說 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市民 你可以去說出自己 對於這個城市的想像的看法 你認為一廣應該怎麼發展 因為如果再談到一廣的時候 我相信那個方向一定會有人要往左邊走 也有人要往右邊走 那到底我們這個市民社會 希望這個未來的發展往哪一邊走 我覺得說如果我們可以透過更多 這樣集體的很密集的 透過審議的方式 那我覺得從市府的角度 至少研考會應該要做一點事情吧 要做一點研究的事情 可是我比較少看到說 我們在第一廣場這個事務上面 其實雖然是講說各局處 可是其實研考會他的角色 到底是什麼 其實他很少再涉入在第一廣場的研究當中 那所以以至於說我們現在 我們是從民間的角度折舞 來告訴大家 不是來告訴大家 來希望大家來討論說 我們對於中區或者第一廣場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其實如果這樣的一個場合 或者這樣一個集體的討論 如果可以更多 形成有更多的共識 那我覺得這個當然我們就不用再擔心說 中區到底會往哪個方向走 因為我覺得說一個區域的 沒落 其實有時候人家說一個 很多人講說中區的沒落是偶然 但我實在認為說中區的沒落是一個必然 為什麼 因為就像剛剛有朋友講到這個資本主義啊 還是什麼新自由主義的發展 確實啊 因為我們的 在過去的市政府的觀點的時候 就是希望說整個大台中的發展 透過炒房的方式嘛 炒地皮重化的方式 所以在其他地區開發的情況之下 在其他地區開發發展起來的情況之下 勢必會造成某一些區域的沒落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那我不認為說中區沒落是偶然 那所以如果認為說中區的沒落 的確可能是一種問題 當你把它問題化的時候 我們沒有可能再回來過頭來討論說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樣的一個具體的行動 不管從民間出發 或者是從政府部門公部門 要來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集體來共同來商討 我們想要怎麼樣一個城市 什麼樣一個社區 那我覺得可能也許是 我們應該未來一個方向 那也提供大家參考一下 那今天的則 我可能要在這邊先打斷 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再次的感謝 詠達 他今天帶來精采的分享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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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